開始是介紹給大家看 1980年是漫畫對嘉山 當年嘉山是綁末的球隊 但都得以擠身一個重力去決賽 守門員何蓉興一拍出來 就是被史文夫頂成1比0 嘉山是先開紀錄的 接著還有球球是鄧劍棟 這球雖然射入 但當時被球證判壞越位在先 執法的球證就是退休的國際球證 彭錦亭 這位是陳耀琴 在保時的時候何蓉興都開到前線 最後被尹志強頂成1比1 是追城停手 需要加時作賽 球迷受不住這麼大的緊張場波影響 需要在購戶入園台 現在看到張子德和尹志強 是在鬥快的 當時尹志強入園 是正攻攻來的 梁靈銀針的球斬出來 最後被尹志強加一腳 結果藍華以2比1擊敗了嘉山 是奪得了80年度的總督盃冠軍 這位是東方對嘉山 百年決賽球隊是東方對嘉山 很可惜我們找不到當年的決賽片段 所以只可以用圖片為大家介紹 其實在球季之中 東方對征攻 在復賽之中 曾經以4比0大位征攻 成為代表作 因而進入決賽 外援夏寶立也是 一共射入了9個入球 成為那一年的總督盃最佳的攻擊球員 1982年 東方再度打入總督盃決賽 對手就是二軍特起的寶努華 寶努華是穿紅色衣服 而東方就是藍色衣服 這個球就是陳法茲射入 陳法茲當年在寶努華 由於人潮過城 他經常被安排在左後衛的位置 但是雖然日後衛是經常有球入的 跟著東方的反過 夏寶立是撞處的 結果這一場球 亦都是寶努華 是僅憑陳法茲的入球 擊敗東方 是奪得了這一屆的總督盃冠軍 1983年 寶努華和東方 再度進入總督盃的拳賽 東方的外援沙尼 略號是子彈 一用絕技 就等界外球 也都是在界外球的過程之中 黎永昌射入1比0 跟著下來呢 就是 洪山的寶努華 在右邊 賽滿場的全宗 哈蘭尼一頂入網 追成1比1 除了哈蘭尼 哈蘭尼 黑神之外 當時東方的龍門 漢詩尾利 亦都在英國方面 頗有名堂的門將 哈蘭尼之兵 全宗 頂入網 2比1 最後 保護華 勝出當年的 1983年的 冬努華 決賽 1984年的決賽 就是由 精工對東升 這場球 可以說得是 近十年來 起碼比較平凡的一場 光定 雲迪 一跳起一跳 一比0 先開紀錄 巴貝利 王耀信後章加起來 見到兩個球員 撲起來 分別就是 海漾和邦迪 結果邦迪加腳 射成2比0 這一屆 精工就憑2比0 是擊敗對手 由林青霞手上 接過總督盃 1985年精工 衛免總督盃 對手就是南亞會 這場總督盃 決賽也是歷史上 最精彩的一場決賽 藍三的精工 上半場 米曹 接應邦迪的傳蹤 頂入1比0 米曹 目前 今年的效力 是英國隔離 收益 藍華 十五個 帕斯堅 一頂入行 追成1比1 這場球 這場球 由於大家爭持非常激烈的關係 所以球員 有些情況之下 都有些過火的動作 看來就是 拉羅球和帕斯堅 大家點了牙 幸好 最後大家都點到職展 南華的進攻 麥加坡 給了右邊 左邊 黎美聰 石龍 換掉手 帕斯堅 撿死 帕斯堅 連入兩球 2比1 南華再到領先 那邊 那邊 光帝和余國生 大家互有同坐 黃國鞍進入禁區 這下有點炸底 撲不到他12碼 竟然互動 不是射失 正攻仍是來一球 不過 米曹國鞍送入中間 無人看管之下 光帝追成2比2 這場賽事需要加時 黃楚山當時亦都可以輸一口氣 加時之後 精彩的鏡頭亦都在頻頻出現 魚哥心的這個頭巡頂後 武力因此光帝 追前撿死雞 精攻領先 接著呢 胡國鞍的時候 一個非常巧妙的方 可以作為一個經典的入球 4比2精攻 跑來成2球 最後 白志堅呢 雖然呢 是演出了母子氣法 4入3球 但是亦都不可以 只不過一不如是 冠軍的獎牌 冠軍呢 就是精役 1986年 精工連續3年 進入總督杯的決賽 對手呢 亦都跟上界一樣 是藍化 如果精工這場 能夠贏球呢 就可以連續3屆 做督杯冠軍 剛才看到的玻璃 是英國的前方角 來的 看看他這球球 斜身一射 1比0 他現在是1比0 0 一比2 2比4 詩堅現在強杜發今年是土歌雙向 和南華轉球征攻 宋賈摩里射成2比0 這場球征攻亦以2比0迫敗對手 而胡國雄接獎盃之後 亦退出了球壇 而征攻亦都在逆年 退出了聯賽後面 1987年香港的球壇是全華班 南華對泉灣進入決賽 由於那一年我們的電視台 拿不到轉播權 所以亦都只可以用圖片為大家介紹 對手泉灣由於實力 和南華會有一段距離的關係 所以那一年的總督杯決賽 南華輕易以3比0 成了這個盤軍 1988年南華再度打入總督杯的決賽 而他們的年輕球員山道士 亦都在當年冒起 對手就是星島 陳發之這一射 非常之美妙 當時陳發之是 始於頂峰狀態的 跟著見到山道士這一射 是2比0 在場的球迷 以為這個紀錄 都相信令到南華是足業奪走 這個總督杯 但是星島的反抗 施健熙是追成2比1 施健熙是追成2比1 在場的球迷 都覺得非常之精彩 陳平安 外面有個山道士 一射 射入3比2 那結果這一屆 南華在京圖蟹浪之下 最後來都能擊敗對手 紅祖豪 就是他們的領隊 羅莎他們的教練 張智德在楊波聯手上 是將總督杯接過的 在1989年 1989年 歌官南華會的球員 轉會黎珊花花 拳賽也是黎珊花花 到漁園 漁園也是十一年的第一次 進入這學校的拳賽 整個比賽過程 其實都是一般 同時入手 只有一個 你見我一射 剛剛是連過 這場是唯一的入球出現 如過心一射 龍門是綁出來 但是黎永昌是綁住的 是1比0 黎永昌也是入決賽 至少最多的球員 是十次 1990年 即是上屆的賽事 由麗珊對南華 相信大家對這場賽事 亦都記憶猶新的 這場球呢 就是在雨天當中進行的 而麗珊方面 是有外門史濱山和華特坐鎮 南華的進攻 打貝利送出來 但是呢 羅偉智這一頂呢 是高了 陳敏安 在角球之下呢 就比史濱山有機會 是射成1比0 當時南華的後防球員 就似乎是有多少責任了 呆藥局雞 比史濱山的遠處射入球 是南華的 是頂射入球 勉智的教練 是頂射入球 在臨源像前南華 其實呢 還有一個機會 可以翻平的 不過可惜 山道屎是撇嬌 結果呢 麗生是跳得冠軍的 而張哲也連續四年是寶貝的 好了,接著看看高達 那麼,南華